像这样不同颜色的旗子标志你知道怎么做的吗? 下滑为红色,持平为黄色,增长为绿色。 接下来看具体设置方法。 首先选择数据,点击开始,条件格式。 点击新建规则。 格式样式选择图标级。 滑动选定对应图标。 这里将类型都改为数字。 这里符号改为大于号。 再点击确定,这样就好了。 是不是很简单,你学会了吗? 不再来看具体设置的更新的事情。 如果中文字幕开启会,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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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